位於日本長期佐世保市九十九島動植物園 似有許多物種 但其中有以長壁園最為知名 原來可追溯至兩年前的異莊懸案 回顧當初還是不可置信 明明是獨居的母長壁園 怎麼會突然懷孕生子 原方趕緊收集園內的工廠壁園DNA進行檢定 調查直到兩年後才確認身負 而且謎底出乎意料 原來儘管母園是獨居 但鄉鄰的黑色公園居然透過零點九公分的小洞 與母園連結孕育出愛的結晶 離奇案件更登上國際版面 長壁園迎接新生命 雖然是喜事一樁 但日本動物園方仍上了 無孔不入的寶貴一刻 已將隔板換成毫無空氣的鐵板 以避免過度繁殖或是盡情接觸 暫力新聞 金屬會報導